根據蔣院長的九項指示中的第五項是加強農村公共投資,並且積極新修區域性的排水、移房、灌溉等改善工程。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由水域局同辦的三化附近的海棋工程。 這個計劃完成以後,可以保護人口達三十二萬人,房屋七萬六千多棟,田地十二萬七千四百公斤,並且還可以改善十一萬多公斤,並且可以保護鐵路十公里,公路七十七點一公里,橋樑四座,學校兩鎖。 這個計劃是從民國六十二年元月開始實施,預定在六十三年十二月底完成。